嗨大家好,我是Emm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左手化妆挑战 然后这个挑战其实就是 如果你平常习惯用右手去化妆的话 然后你就用你相反那个手去化妆 如果你是左撇子的话,平常用左手化妆的话 这个挑战就是用右手 不对劲就是不顺 今天妆前乳我用的是 Laura Mercier Foundation Primer 是之前在Sephora它积分可以兑换的 然后这个算是一个 Glowy Primer 突然发现我在用右手挤 OK,左手 这个是我的左手 我觉得左手上妆前乳还好 我觉得上底妆应该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就是如果化眼妆以及化口红 可能就不太方便 第二步呢我们上粉底 用的是这个 Wide and Wild Folio Focus Foundation Primer 今天早上还在看Hello Kitty它的视频 好走人 先左手站在这里 左手上东西的时候感觉手在抖 其实今天呢 我就是用左手化妆条件 然后我也想同时讲一下 对于最近发生的事的我的看法 我不会仔细去解释 也不会去维护 就是我不会特别的深入讲这个话题 因为我觉得 还不到时间吧 我觉得目前不是很想做一个 我觉得目前也没有必要去澄清呀 或者就是声明呀 或者解释一些事情 我夏天晒黑了 然后这个粉底跟脖子 完全不是一个颜色 就是跟我的本身肤色 不是最搭 用的这个海绵是Pure Pure Sponge 这个是之前 一个Tboxy Charm都收到的 然后用左手 这样感觉 好奇怪 我感觉用左手上妆 就像别人在打我一样 你们不知道的话 我现在新上传视频的一个时间是 周三中文视频 然后周六英文视频 量会在每个英文视频配中文字幕 中文视频配英文字幕 相机看不出来太大的差别 但是镜子里一看 就是完全 颜色不一样 底妆还没有上军 这家是Maybelline Master Conceal 好累啊 心好累 哦对 我们来讲一些 就是我本来今天想讲的话 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 重点 就是如果你们 不喜欢看我视频 或者就是 如果你们不喜欢我 或者就不再支持我 不再关注我的话 你们 可以 给我说这件事 给我发私信 给我发 评论 我觉得你们不要去 给我的朋友 因为我今天我的朋友 我的室友呀 还有 包括David 我今天这个妆化的 左手化妆是完全不会晕染开 没事 就这样吧 接下来呢 为了让这个 没有涂均匀的底妆 不脱妆 我们要来定妆 因为我是Wonderwell 今天用好多的东西 Wonderwell的粉饼 其实就是 今天我肯定化 这个妆不会冲门 左手 我这块完全都没有 画上底妆 OK 接下来我们来画 修容吧 修容 三红 高光 然后我们再画 眉毛 眼睛 对吧 这个是我室友 他的 Libby 因为Libby特别特别 就是你们之前 Libby在我之前 是一个视频中出现过 因为我看到我这个手握刷 涂特别紧 哇 好像涂多了 没事 我没给它晕染开 还好还好 没有我想象那么差 我觉得画的首先不对称 其次就是 我感觉上手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重 白红呢 还是用这个盘里的 就用一个 Dandelion 看起来好 贵处 不是 修容看起来很贵处 腮红还好 哇 感觉好像也是下手下重了 接下来我们来画高光 接下来我们来画高光 用的是 Champagne Pop Apical Wars 最近发现了一个真理 就是患难与真情 真的 就是在 你过得不好的时候 你身边 还挺着你的朋友 还支持你的朋友 那才是真的是真爱 我觉得高光看上去还行吧 你们看 可能这块没有晕染开 但我觉得高光看上去还可以 接下来关键的一刻的 我们来画眉毛 眉毛我用的是 A Cosmetics Brow Powder 我觉得这个肯定会 肯定会 让我离近点 我觉得肯定会 画餐 先用这个刷子 把眉毛刷一下 还可以 这个手完全不知道怎么去画 那么它 Bucksum的眼眼可以 就是自己搭配 就是它们有各种颜色 然后这个眼眼盘也是我的室友 大家可能为什么这么多化妆品 都是你的室友的 因为我的室友 他今年暑假的时候 去纽约实习 他不想带那么多 然后就把一部分寄存到我这里 然后他说我可以去用他的这些东西 So yeah I finessed 这个浅色 我感觉现在这个手 是像握毛笔一样 先把这个颜色 今天我就画一个紫色的眼影 然后接下来我们选这个紫色 在眼窝处 我还想说就是 我其实本来 本来我的打算就是停段时间先不录视频 等过段时间再录 后来又想想 我为什么要停止录视频呢 因为我觉得我录视频录了这么多年 然后录视频又 又是一件我特别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必要去停止录视频 You know 我完全没有停 我完全没有必要去 因为别人怎么看我 而去 评价 I don't know like People Don't define me I define myself 选一个扁平的刷子 扁起平的刷子 然后占取 这个颜色 这个算是个偏光 紫色偏光 我不知道这个颜色叫什么 但是 是个很好看的紫色偏光 涂在 脸 脸 脸 这个 这里 哇 好美 this is so beautiful 我不知道4号是什么 但是 是一个很好看的紫色偏光 然后这个Buxom 在那个 Sephora 还有ulta 都可以买到 现在呢 我还是用刚才的刷子 把眼妆预染开 预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画 睫毛膏 然后 画 口红 我已经尽自己 最大的可能化了这个眼妆 所以 其实 我现在有点担心 用左手去夹睫毛 我怕夹到眼睛 哎 还好 是这个Loreal Voluminous Curved Whatever Brush 我还以为今天左手化妆完全就是什么都画不出来 我觉得稍微有一些僵硬 就是 手有一些僵硬 但是没有 没有画到超级手残 最后 今天最后一步呢 是这个金色的 好像是个金色的 Lip Gloss 就是金色的唇彩 这个是我在生日的时候 我有朋友Linda 她寄给我的生日礼物 这个很感谢 Linda如果你在看视频的话 Hello 我这个是今天 我这个是第一次用 哇 Who is she 就是很多时候你们对我的看法 都只是根据我一个 10分钟的视频 或者就是15分钟的视频来评价我这个人 但是你要仔细去想 一天有24个小时 就是怎么可以根据一个10分钟的视频来去评价任何人 There's 24 hours in a day 我要再重新站一下 我感觉快没两色了 How are you going to judge a person based on a 10 minute video Like Bro 哎呀 今天还是不会多说 但是 我之后如果 有空 可以再仔细地探讨这件事情 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今天最后完整的妆容就是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能喜欢这个左手化妆挑战 我感觉今天这个唇色 就是我感觉这个非常的editorial 我感觉像杂志里头会画那种很浓的妆就是紫色的眼妆 然后配上金色的唇 或者就是色彩非常丰富吧 其实我感觉我的修容没有画好 底妆可能稍微有点白 但是就是现在稍微看起来好比刚开始好一些 自我安慰一下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个样子 希望大家能喜欢我这个中文的左手化妆挑战视频 然后下一个视频应该是这个周六 是一个英文视频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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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每个支持我 以及关心我 以及帮助我的人 对我的关注 还有支持 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bye